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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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嗯,直接拔,好,哇,这个时候有点难,好,开始了,看谁的纸巾多啊,最后不断的时候,三,二,一开始,怎么我转,来,一,二,三,二,一,哇,这什么,什么,时间到,纸巾都折断,这什么意思,两位势均立体,所以你们觉得你们的角色在剧中, 这可能算是势均立体吗,嗯,你要说,魏昭和江慈势均立体,一开始,我是不承认的,过后,我觉得,说什么都对,过后,说什么都对,嗯,就是已经放弃了去争这个收赢了,然后就把主导权交给了,莱妮那个角色,交给了江慈,是吗,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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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剧情中发展中 大家去找寻两个人 是不是由江慈来主导 这个两个人的关系 第二轮我们来到了 加伦和正希这边 还是同一样纸巾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 这个客不客气 我觉得决定不了 好 各执一端 各执只能一端 你把这个手放下来 那个手放在里边 这个手放下来 好 来 开始 所以这轮是 这次来解读一下 两位剧中角色的关系 剧中角色的关系 这是我喜欢的人 跟加伦的关系 我知道 起初是我的敌人 是我的竞争对手 最后大家看电视剧了 所以刚刚这个纸巾拔河 你赢了 你觉得剧中这个裴侯赢了吗 其实 没有 其实倒也没有说谁是输赢 就是大家选择 入游可能不一样 所以其实剧情的输赢 各自有判断 大家也在后面的剧情中进行解锁 好 第三轮 最后一轮由正希和兰迪进行直经八合 还用这个 其实还有一张对不对 其实用这个 好 这轮看谁会 这个是陪远和江子的较量 再折一个 再折吧 不用了 好 来 纸巾八合 最后一轮 开始 到最后 你要忙呢 八百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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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点点 一 二 三 没捏住 没捏住 来啊 一 二 三 然后结论蓝迪获胜 所以蓝迪如何解读 有了解读 对 两位的角色关系呢 有谁赢谁输的吗 没有谁赢谁输 就还是只是站的立场不一样 大家选择路也不一样 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坏人 好 那三位通过这个指尽八号游戏 为我们解读了一些角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第二个游戏 也有意思了 我们看桌上每人有一张表格 对不对 这一轮大家要写上 作为演员本人 对这三个角色分别的初印象 现印象 还有我们的中印象 大家可以看到是同样的这样的一张流水表 对 作为角色本人 作为演员本人对这三个角色的印象 三个印象 现印象是什么 现在 现在 那中什么是未来 中途 中途 然后中印象是最后到最后大结局的印象 拍戏的时候 就是初印象 拍戏中间 然后中印象 当然有人是最初和中间和最终的印象是同样的词 那就不写 应该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 将此的对他们的印象应该还有变化的 变化应该蛮多的 大家对这三个角色 初印象和目前追到第十二集的印象是什么呢 也可以把你的回答打在弹幕上 带在公屏上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当然大家也可以分享我们的微博直播间到你的社交平台 邀请一起追剧的朋友们 我们的跳跳堂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一起来看三位主演的互动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向三位指教的 也可以把你的问题打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区评论区 当然如果你想为他们三位打扣 为我们的流水调调打扣 我们当然也特别特别的欢迎 感谢各位 好 我们看哪位先写完 可以先亮一下题板 你觉得我们特别像那个 答案第一次竞赛 今天就是一场对三位的考验 今天下午就是三位主创 也是来到了各个直播间 然后各个线下的活动 来宣传我们正在陈远视频热播的这部主流水调 感谢你们 好 所以蓝迪已经回答完成了对不对 完成了 好我们先把题板亮出来 先不分享 先给大家看一看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稍微有一边远没关系 待会我们可以来念出来 为大家分享 你太危险了 再等等一下 我写这个了 好 那我们请先问一下蓝 让一下题吧 好不好 来 第一次我们解答一下 你对这三个角色的出印象 现印象和中印象 出印象啊 出印象我就给这发好人卡坏人卡 好 那我们说一下 因为我们说不要碰碰看不见 对魏昭的出印象是 魏昭出印象坏人 这个很容易理解 现印象是 现印象 我说剧组的现印象吧 当然也可以 雪宝 什么 雪宝 雪宝 不好意思我也不太明白雪宝 雪宝 我给你们俩看过 看过看过 成猫 不是 小雪人 小雪人 是因为他一直穿白色的关系 不是 是因为超哥私下的状态 很像那个小雪宝 他就说我平时好像有一个状态 和有一个表情特别像 所以他给我看了 看了之后我也是 哎 好 我们看一下中印印象有什么 心怀大意 心怀大意 嗯 从坏人到心怀大意 哇 这个角色转变还是蛮多的 我们对江思的印象呢 好人 大好人 爵士好人 这个是演员本人的立场 对啊 还是很爱这个角色的 那对陪演的呢 一开始发好人卡 嗯 出印象好人 骗印象 也是剧组的吧 我就是看了那个视频 这就是西哥特别像那个大驯鹿 然后超哥特别像那个雪宝 很钟爱这个动画 那中印象是什么呢 中印象也还行 也还行 其实后期培演转变很大的 大家要看戏 目前剧情还没有到内部啊 看来后面还有很多带解锁的 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西哥的答案 第一个应该出印象 神秘 神秘 对 就是肖无侠这个角色很神秘 然后呢 见到在朝堂上见到 那个魏昭了 觉得魏昭深不可测 然后就是 最后的印象就是 顶天立地 顶天立地 好兄弟 其实因为我们还没有解锁最终剧情嘛 随着两位的这个关系 最后其实还是互相欣赏的 这个感觉 我们看一下江死的呢 对江死的什么样的印象呢 出印象可爱 对 然后 先印象 先印象就是 他是我的 然后中印象 他的女人 有点认输的感觉 我们看一下对自己角色 陪演的 好人 也是好人啊 好男人 好好先生 都很重要 自己这个角色 好 我们看一下嘉伦老师的 我对于魏昭 刚开始看剧本的时候 就觉得他是一个 深藏不露 有身份 然后一直在 演示伪装的这么一个人 嗯 那我 就是镜组拍的过程中呢 就是越来越心疼味着 因为确实 身边的情况 是吧 面对的对手 不必理解 反正很心疼他 最后还是心疼 是因为 心疼他的结局 然后也觉得 确实 很心疼 哈哈哈 你看看对江慈的 江慈我初印象 当时看剧本 觉得很天真 很向往自由的一个女孩 嗯 然后 那你还忍心刀他 不不不 我没杀了你挺好的 不是吗 魏昭没杀了你 已经算是很人事了 谢谢你啊 是吧 然后 他的过程中就觉得 江慈非常的聪明 有智慧吧 不然他不可能 就是 走到那么往后 过程中 其实都靠他自己的选择 靠他自己的智慧 一点点存活下来 嗯 然后最后 确实也写了个不舍 这个不舍 是替 曹乌侠说的不舍 嗯 就是可能 曹乌侠最后 最后再 啊 啊 这留到后面解锁吧 对不舍 对对对 然后裴眼 裴眼 一开始 看剧本就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对手 因为有好的对手 才能利于自己的成长嘛 然后 拍的过程中 为什么说是队友呢 哦 就是虽然我们在演对手 但是我觉得 在那个剧组里 呃 戏哥是我很好的一个队友 是 呃 无论是在戏里 还是戏外 我们都很好的在 在帮助对方 然后鼓励对方 然后一起往前走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队友 然后最后就是 好友 好友就是 就是 呃 怎么讲呢 这一生啊 你会有很多好朋友 这是其中一个 或者一个很好的哥哥 所以 所以最后一定要写一个好友 好 其实通过三位这个流水题版的话 可以看出后面的剧情还是很丰富 这个关系还是有是一种流水的状态是流动的 后面还会有一些变化啊 在空气中流动 对 在后面来解锁 好 谢谢三位的解读 那我们这边也提前收集了一些网友的提问 我们来选择一些来提问啊 一个快问快答 首先是给任嘉伦老师的一些问题啊 很多网友评价 魏昭的结局啊 比七股还痛 你认为这个结局有遗憾吗 怎么理解魏昭最后的选择呢 这应该是个书粉 书粉 书粉的话 我不能保证完全我们的结局拍出来的 剪出来的样子 就是书粉理解的那样 但是对于魏昭来说 最后做出那样的一个选择 其实就是为了整个月落 为了月落 没有为自己的父亲成员招学 我觉得如果再让我选一次 我还是会选择拯救整个月落 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 也要拯救月落 第二题 剧里魏昭有很多蒙面蒙眼的造型 被网友评价 被气场震住了 对此任嘉伦老师本人想说什么呢 首先戴面具是必须要戴的 这是我隐藏身份 不能让任何人发现的这么一个道具 那过后的面巾呢 其实我们其实不用戴那么多面巾的 但是因为可能场景的改变 然后因为现场的一些调控 所以不得已戴上了很多次面巾 但是即便戴上面巾 我也会通过可能用眼神 可能用肢体来给大家表演 我当时想要表达的一些情绪 我觉得不用管戴不戴面巾 我都会尽力地演好它 好 下面是给李莱迪老师的 网友调侃说 江慈是比拼某多还难看的巾主 莱迪老师想回应一下这个梗吗 为什么这么难砍 是有蛮简吗 这意思是怎么砍 他就死不了 死不了 比如说就是砍九次他就该死了 但是他砍九加 砍九加二 他又有两条命 还是因为魏昭就是手下 下手轻了 对对 魏昭没想治你 还没想治我一死历 是因为培映有灵丹妙药 对对 人脑都是自尽的 那我那个聪明才智不算吗 都跟我自己没有关系 一个是下手不狠 一个是有灵丹妙药 你都现在我们俩的这个局中了 我一开始就知道 我只要刺到那个程度 培映一定会把你救回来 就是因为有灵丹妙药 才有用的智慧来帮我 我就是你们俩play的一环 好 第二集 在和嘉隆老师合作拍摄 最首次的过程中 你们之间的氛围 更多是由谁来主导 我有评价你们是偷感飞拼 认可这个称号吗 下午我们也聊到偷感夫妇 其实最开始我觉得 主要是超歌带动气氛 就是我确实 就是一开始 所以你们剧组叫他超歌 对 你就没有那个意名了 对对对 但是后来熟了 熟了我 熟了就怎么了 熟了就不需要 熟了就不需要谁带动气氛 就大家在一块就是一出戏 也可以看出这个剧组风 真的很好啊 好那第三题 第三位是徐真静老师的问题 熟哥 剧终培养在家庭和 家族和江辞之间做出了选择 你理解他这种选择吗 其实我想说就是 现实和理想 这个命题一直围绕着我们的一生 那裴炎一出身 就背负着很大的责任和担当 就是在朝堂的走错一步 家族就面临存亡 那这是关于到生死的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那理想的部分就是 谁都想和自己真正心爱的人在一起 但是 佩颖也不能 佩颖不敢爱 也不能爱 其实他是喜欢江辞的 就是大江辞 但是背负着巨大和责任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往前走 还有就是说他母亲 也跟他说过一句话 就是江辞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 也就是说 如果佩颖要继续想和江辞在一起的话 母亲肯定会取了他的性命 所以理性让他往后退了好几步 感觉西哥这个人物小转做得很丰富 刚刚提到的母亲 下个问题就跟母亲有关 很多观众表示 距离佩颖像极了从小被母亲严厉 CPU长大的优等生 那后面我们会看到这段母子关系的变化 改善或者什么样的发展吗 其实在我心目中 母亲永远 我和母亲关系永远不会变 就是母亲就是母亲天经地义 她是补养培颜长大的人 也是教育培颜成长的人 母亲举了培颜的一生 母亲做错了 儿子来承担 母亲对儿子就不断的去支持 永远培伴在他身边 所以只要但凡关乎到生命的事情 培颜一定会不会袖手旁观 一定会阻拦母亲 但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永远会陪伴在母亲身边 好 刚刚三位是从自己演员的身份 来解读这个决策的一些问题 马上来到我们的微博一个节目的环节 我们先上一下我们的节目的logo 好 下面是我们的新浪娱乐原创采访栏目 渔情实验室的一些提问 我们有个slogan 尤其宋老师为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的渔情实验室的slogan 2 1 渔情实验室 我的报告你来出 好 马上也是到我们的第一个 也是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第一个问题要问我们三位全员 很多网友说 人家伦理兰迪和徐正希是三人封人院 三个人加起来800个新眼子 那请问系里和西外三个人的风味程度 分别排了一个序 先说一下这个角色吧 风味成 风味 系里更疯一些 系里 系里 我是觉得系里还是味噪最疯 是吗 见人就同 没人同意让他同意 那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 谁相对更疯的 不把自己摘得很肯定 味噪最疯 我很无疯 等天我的 来 对 认为最疯的男人味噪来说一下 江慈和猴眼 谁最疯 肯定是猴眼最疯 第二名 陪眼 第二名 第一名陪眼 第一名陪眼 我觉得陪眼确实身上背负着整个陪氏家族的一个压力和他母亲的压力嘛 但是如果让魏昭来选 我觉得魏昭的选择是和西河本人是一样的 会 如果陪眼现在站在这儿是魏昭的话 可能魏昭选的是江慈 所以同等情况下 我觉得陪眼比魏昭疯一点 更狠一点 所以两位一敌一友的这个角色误选了 那兰迪这个角色江慈就很OK 安全折禄就是第三名 不参与这个最疯的竞争 好 我们刚刚说就是剧中的角色 我们来说一下剧组拍摄过程中三位演员的吧 你们觉得你们三位谁在剧组里更疯一点 啊 西哥最后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采访一下 我封在哪里 他封在就是不要命 我看来他封在不要命 哦 对就是他西哥拍戏呢 属于呃 就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磕磕碰碰在线上受伤 西哥属于受伤之后根本不在乎 无论是脸受伤 脚趾骨折 摔马什么 所有的 所有的事情就是那种 就是小拇指骨折去到医院 我说西哥你骨折了 西哥说没事 瘸了腿回去组接着拍 然后脸上被被那个拍武器的时候被一个炸缸的镜头 然后伤到了脸 这儿全破了 塑料泡沫 塑料泡沫 对啊对 然后这儿全破了这块 然后我冲上他的车 我说西哥 我说你真的要可能更加小心一点 然后我还跟他郑重的说 我说哥好好保护自己 我说我不能没有你 然后西哥点头 我记得那句话是就是我今天那句话特别感动 就是他下车时候对对我说就是西哥你要真的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你在我心里很重要 这几句话一直寄到现在 寄到现在 对 虽然有些时候没有联系 虽然有些时候没有微信 但是但凡我看篮球的时候 但凡我看篮球场 但凡我看奥运会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 加伦 对 篮球这个我们后面再聊 我们要聊一个风味排序 突然要说这么微信的发明 但是 但是即便我在车上跟他说了这样的话 下车 下车前他答应我好好好 结果就帅了 结果接着去现场 就破着脸上也流着血 接着去现场拍 所以我觉得 哎 西哥在我心里 三人组中最封的 封位第一 应该是 我听西哥觉得剧组里面 谁最封 这么听起来好像是我 对 对 早上起来提前 提前先 一个小时 先四十分钟 登车 登单车四十分钟 蒸二十分钟桑拿 是不是 起码起来之前先做的工作 因为他不封谁封 就是流血条剧组的卷王 卷王 对 这就是卷王 我想说其实大家每个人都很恐怖 相对比他们两个的戏 其实我的戏份相对来说没那么多 但他们是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现场徘徊 特别是我记得有一个阶段 蓝迪士 蓝迪士以所有的场景都是他的主场景 对 对吧 是你吧 是我吗 你又记错了吧 是你 夸你吧 那我说着 你夸我听着 所以大家有两个主场景 就是每天都是A比轮流 轮流区 就每天有可能睡眠时间 也就是五六个小时 大家都这样 对对 大家都这样 想听两位来说说 蓝迪在剧组有个很疯的事 很疯 那你自己 自己不好说 我怎么说 我贼疯 蓝迪很疯 就是一直 在不停的拍 就是他可能 他的戏量 应该是都在我和戏歌之上 所以他在现场 没有 你的比我的多吧 没有没有 你的最多 你的最多 一千多吵 我们才五六百 就是他会一直在现场 而且大量的词 大量的情绪上的表达的消化 包括可能体力各方面 我之前也跟他多多少少 我们聊过几次 就让他坚持坚持下来 一定会看到一个好的结果 然后 一直给我加油打气 对 而且我发现就是 他在我们两个面前都是话牢 词特别多 对 很疯 对对对 就是基本上 很丰富的词 很丰富的词 基本上就看一下一步 基本上都一条步 对对对 就是即便休息了不好 压力再大 可能 可能 再不好的情况下 他也都是很好的把戏消化 我觉得蓝迪要被夸害羞 蓝迪给你个机会来夸夸家伦好不好 他有什么在剧组很疯的 渐心案例 好 下一个问题 对 夸一下 那得夸一下 这也不是风 就是超哥其实特别照顾我 就是像因为我有很多那种兽型的戏 但他就是拍这种可能经验比较丰富 经验比较丰富 对他就知道说怎么能够就是帮到我说更简单的可以去完成 有时候比如说我兽型的戏其实是在前面的 然后我后面有很多其实是就是放下来在讲的就是在讲话的戏 就是超哥就会帮我跟导演说我们先把所有就是我兽型完的戏都先拍掉最后再拍我兽型这样我拍完了我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超哥是特别特别为我着想 而且他其实他也很累就是他在现场我感觉他会顾及到大家的情绪 一直就是可能看到大家累累啊就会逗大家开心 是的的确是我也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 真的真的我就觉得每天自己戏很多的情况之下还能照顾别人的心情 他会告诉别人你他就这么多年的经验会告诉年轻演员 那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这场戏该怎么去做他会都会去帮助别人 好谢谢三位特别温情的分享 谢谢 好马上到一个比较激动的环节啊 我们是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要尽可能的快的回答好不好 好就不走脑子第一时间想要怎么说 不走脑子 不走脑子 前提先打上不走脑子啊 我们开始 第一个 嘉伦在咋个样啊 好请听题 网友说 王晓云出道 对 要不要求助一下小孩观众 不用不用 好我来听一下大家想问什么啊 网友说人家伦出道十年七步避疫 嘉伦是否对避疫的剧情情有独钟 这是个巧合 好非说是闯入了来世赛道 人家伦想说 来世赛道 什么来世赛道 什么叫来世赛道 好下一个 好 一直致力于挖掘好 挖掘好有本名的人家伦 知道李兰迪和徐正希是否是本名吗 我不知道 请说出你们的本名 叫三游 什么东西 李三游啊 李三游对 没有那两点跟那个走枝 我叫李三游 就把名字每个取了一部分出来是吗 好 那你知道他们的小名吗 小名 他们的小名 西西 不齐 有有 西西和不齐西 小名 小名什么 小名 蓝迪 正希啊 不是猫猫 猫猫 上海 因为我从小是听爷爷叫我毛毛 就是宁波画画画 猫猫猫猫猫猫猫 但我不知道这个字应该是怎么写 应该是猫猫吧 真的是 猫猫 嗯 嗯 所以嘛合作一部剧还没有那么了解 我们也期待你们还有记后面的合作来 继续了解对方 谁没事了解这个合作 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 来 兰迪 王快答啊 网友说姜慈脆皮但难杀 李兰迪想说 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卫焦一共杀了三次姜慈啊 王老师很难理解 为什么姜慈还会爱上他 你怎么理解的呢 没脑子 哈哈 如果李兰迪就是姜慈本人的话 面对爱相杀 这是没脑子的回答啊 这是没脑子的回答 这就是紧 紧代表 没脑子 有网友说李兰迪八分素颜 十分演技 面对大家的夸赞 你想说 啥意思 八分素颜 回答完了 回答完了 啥意思 大家可以去他的那个微博下面 解释解释啊 大家 好 那平常会用什么方式来锻炼自己的演技呢 看 看西哥跟超哥的戏 太厉害了吧 好 最后一题啊 就是给大家推荐你喜欢 最喜欢的影视作品 太敬业了 我就说太敬业了 好 最后问一下正希哥啊 快不快答一样的啊 这次和加伦二大感受如何 开心 之前说想和原家能一起开健身房和篮球馆 这个有提倡计程吗 马上开始 马上开始 我们也期待一下啊 什么时候关系 除了健身和打篮球两位还有什么共同爱好 看流水条条 看流水条条 还有吗 看流水条条 流水条条 然后宣传结束后对于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最近有镜组的规划吗 怕流水条条二 马上给重讯提案 好 谢谢三位我们的这个舆计实验室的快问快答 那还有一个我们舆计实验室的一个固定栏目是做测试 那我们欢迎我们逐渐的朋友们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测试的题目 这一会儿呢 会让四位主演 在这 ABCD 四个大杯里面选择一个大杯先看 把你的答案可以打在公屏上 大家想用这些公屏答案啊 可以选择哪一个茶杯呢 OK 我们给主演们看一下 啊怎么了 这个茶杯中选择一一眼就相中的那个茶杯 我选A 哎呦 我也选A 我也选A 是吗 待会儿哎 这个每个茶杯对于一个你可能的一些简 是吗 我选D 他选D 我选啊 两个选A 一个选D 对不对 我们看看大家选的什么比较多啊 AB比较多 好 马上回答公屏 选择对应茶杯后面 你可能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啊 哇 选择A的两位 在古代 您可能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 将对知识的探求 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追求 并取得了令人逐步的成就 这份对学问的渴望和才华 也去到了现代 赋予了您卓越的学习天赋 哦 许多知识对您来说似乎早已了然于胸 学习成过程特别的轻松和愉快 哦 学者是学识渊博 两位觉得不合自己的 对对对 对没错 讲了讲了很 可能我们寒许就是 我们太寒许了 还没展现出来这一面 好 选择 又逢选B啊 我们也解读一下啊 B 在古代您可能是一位英勇的战士或武士 为了信念和国家在战场上英勇无畏 那这份勇气和坚定为您的精神带来的强大的执行力和角色领战 而这种战斗精神可能也带来一些急躁的性格 您拥有改变的力量 通过自我认知和调整 您可以将这种勇敢转换为坚定和毅力啊 一个武士的 有点像我哦 对 也挺像我 选择C的啊 那个讲的不好 那个茶杯的啊 在古代您可能曾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修行者 跋涉过无数的山水 经过无数世代的修炼 进来了超越常人的智慧啊 有洞察力 并且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 享受内心的宁静 并于自在 好 C 看一下D是什么啊 D 看一下李兰迪的D是 在古代可能是位高贵的皇室成员 哦 那在这一世呢 您似乎继承那份尊贵的气质 无论是在外在的风度 还是内德的智慧 都透露出一种从容突破的威远 您的行为举止总是那么得体 思考问题总是能够深入核心洞察本质 在商人关系上呢 您与家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充满了爱与和谐 您可能不会与所有人建立过于密切的关系 但是您的智慧和魅力 足以让您赢得他人的尊敬和信任 这个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 你像这样红色的茶杯 我和希哥怎么会选啊 是不是 一看红色肯定就不选了呀 好 但我上主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啊 也选到了这个D啊 所以来你觉得这个D符合吗 哎呀是吧 嗯 原来是公主殿下 嗯 嗯 好也谢谢大家参与我们这个云进实验室的这个小测试环节啊 在最后呢直播的尾声 我们也有请三位一句话来最后推进一下流水跳跳这部 正在腾讯视频热播的剧好吗 来下轮先 呃 呃 呃 看流水跳跳 对对看流水跳跳 对 嗯 对对不像常规的古装戏那样的套路 可能可能你看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一环扣一环可以如此的精彩 嗯 啊看着同时发现哎别的戏我们也有啊 嗯好来有些关系 流水跳跳好看看就对了去看流水跳跳 嗯 这种那个公主般撒娇的语气 好来这个 但是有一点不能忽视 我觉得流水跳跳的核心价值还是很高的 就是有锅才有家 有小家才有大家 嗯 有大家才能开吐 然后能有人间烟火 嗯 这个还蛮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流水跳跳里面每一个角色 核心价值都很高 他们都去保护生命中重要的人 嗯 每个人骨子里面 都带着一种 保家卫国的精神驱动力 嗯 这一点是我们就要去学习 嗯 不愧是你选A呀 嗯 嗯 嗯 啊 不愧是你们俩选A呀 好 谢谢三位主要来到我们好欢乐的微博的官方直播间 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会 记得去追 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会 记得去追 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会 记得去追 我们今天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会 记得去追 感谢观看